父皇 母后 彪儿对不住你们 孩儿 先去了 这 这是哪里 你 你又是谁 大明朝的开国太子朱彪 你好 我是来自华夏的后世的虾仁 你是穿越者吗 一开始我也不相信穿越 但我发现你的意识和记忆 已经慢慢地与我融合 我感觉我很快就要醒过来了 虾仁 你成为孤以后 你能让大明天下太平 让百姓安居乐业吗 我虾仁一定会让我泱泱滑下 在无恶挑之患 日月山河永在 大明江山永在 太子殿下还请您放心吧 虾仁 请照顾好我的爹娘 拜托了 老师 太子爷已经无力回天了 我这就写一书 好交代身后的事 孩子 这个东西没用 要走肯定是全家一块走 弄不好还得是三足一块啊 喂 姑说你们俩在干嘛了 太子爷 你没事就好啊 也不看看姑是谁的儿子 快去通知姑的父皇和母后 说姑醒了 奴才这就去 皇上 太子爷醒了 你快来啊 不是让我去吗 你激动个什么劲啊 崇八 你能不能别添乱了 妹子 说话要凭良心啊 咱哪里添乱了 你天天让儿子处理国事 从不让他歇一歇 这下可好 太医都说咱儿子可能醒不过来了 咱儿子要是醒不过来了 那我这个老太婆也不爱你的眼 你抓紧去和你那些小红妹子过日子去 我们娘俩命苦 愿不得你这个皇帝老爷 启禀皇上 皇后娘娘 太子爷他醒了 你们快去看看吧 妹 妹子 快走 彪儿 你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啊 爹 娘 儿已经无碍了 还是让太医们回去休息吧 毕竟跟着皇儿提心吊胆一晚上了 嗯 你们太医院的人这次有功 就不诸九足了 退下吧 臣记住隆恩 臣等告退 娘 儿子饿了 想吃娘做的牛肉面 好 娘这就去给你做 高宝 你跟我一起 让他爷俩好好聊聊 奴婢遵旨 娘 记得多夹葱花 这样才香 知道了 一定夹 爹 儿子这一场小病 想通了很多事情 我想要跟你说 彪儿 你说吧 说对说错 爹都不怪你 爹 前几天爹和我说 胡为庸的那件事情 而当时不了解爹的心思 现在儿子提活灌顶 可算是明白了 呦赫 小倦驴竟然开窍了 其实爹想清大狱 整治胡为庸 儿子斗胆猜测 爹是担心项权太大 而影响黄权 爹是开国皇帝 英明神武 但是后世之君 可就说不好了 毕竟咱们朱家 也不能保证 所有的丞相 都是诸葛武侯啊 嗯 你明白这些就好 这证明你还没有 被那些俘虏彻底教坏 咱只知道 这一刀把子 只有攥在自己的手里 咱心里才踏实 爹 您一介不一 提贱起怀西 驱逐达鲁 恢复我汉家一关 这不比秦皇汉武 唐宗宋祖更加伟大吗 儿呀 你小子今天转了姓啊 说吧 你爹我看看你能画出个什么道道来 那爹我就说了 嗯 把相权打垮 取消丞相一职 确实是有利于咱们皇家集权 国家也会更稳定 但是爹您忽略了一点 不是所有的后世之君 都是像您这么勤勉的 老子想到了 老子也知道 那彪儿 你说有什么实权实美的办法没 爹 我说几句不太中听的 您可千万不要生气啊 这寝宫里就咱爷俩 你小子这是装什么算呢 嘿嘿 后世的说法 果然不无道理 洪武大帝朱元璋 有两个儿子 一个叫朱镖 另一个叫其他儿子 爹 而是感觉皇权 不该有掣肘 但是绝对不能 没有商量 皇帝乾坤独断 是没有错的 但是不可否认 皇帝个人的眼光 还是有限的 如果出现了一个 容不得商量的皇帝 那这事情可就不好办了 需要有一撮天子进尘 甚至加奴 你说的是幕僚 这种人不靠谱 贱不得光 生活在阴暗当中 只能是做完一件事之后就除掉 他知道的太多对咱们不好 而且在这种人的心里 完全没有君臣大义 忠心的时候两肋插刀 不忠心的时候也会毫无底线 而且一旦幕僚得了事 也没有谁能牵制他们 再培持新的幕僚宠臣 也是在隐阵之客 而且朝廷大臣以及士族的反扑 可不是好摆弄的 如果咱们组建内阁呢 把丞相的权力分割成若干个部分 让不同的人来负责 内阁的官员没有品级 皇帝说他们是什么 他们就是什么 而且为了避免他们 数大根深 每一个阁臣只能效力五年 五年之后 要么就正常入朝为官 要么就下放 为风将大力 要么就 要么就泄沫杀驴 嘿嘿 还是爹慧眼如炬 英明神武 你呀 先好好养病吧 等到你病好之后再说这些事情 咱去看看妹子做什么好吃的了 二胡 彪儿这孩子 今天怎么忽然间转性了 理解了咱的心思 还帮着咱出主意 是有人在教他 还是有人在唆使他 晃夜 每次抛缝都处理得很干净 对外也只说是某次后耗柱子 趁这大阪念来 也从来没有见过外衬了 咱又没说你 你害怕个什么 你回头把朝中这些日子 发生的事情整理一下 特别是与太子的往来 晚上送到咱这来 尾衬准之 板差去吧 咱也要吃饭去了 当一家三口相聚在一起用膳食 餐桌上面摆着六菜一趟 这就是皇太子朱彪 重生在这个世界上的第一顿饭 彪儿看样子确实是饿坏了 爹 娘 您二位倒是吃啊 看彪儿你吃的香甜就行了 来 彪儿 咱爷俩喝点 你这当爹的可真行 儿子大病出狱 你却让儿子陪着你喝这个 妹子 你看你 咋 难道你猪虫八对我有怨气 这哪有的事啊 彪儿你也少吃点这些大油大盐的东西 并刚好身子虚 想吃婚新娘也知道 但是这东西吃多了终究是不好 回头娘让太医院给你开几道滋补的方子 娘 还是算了吧 儿财多大 天天吃滋补的方子 什么时候 是个头啊 爹这么多年 也没吃 也是龙惊虎猛的 而打算过几天去经营练练武 强身健体 好呀 就应该去多学学武 现在我大明刚刚见过 北渊渝孽还在漠北虎视眈眈 你身为太子 朱虫八 你今天可要把话说给清楚了 你有心思让彪儿上战场 不好 得赶紧开溜 父皇 儿臣遵旨 儿臣一定勤奋修武 以父皇为榜样 上马鸡狂虎 下马草军书 儿臣吃完了 父皇母后慢用 儿臣告退 上马鸡狂虎 下马草军书 彪儿这句话 说的真是恰当啊 谁让你喝了 你朱虫八真的是厉害了 我今天把话给你撂到这儿 彪儿如果上了战场 我就把你后宫那些个小打几们都送走 本家人仔细回想 和老朱的短暂相处 惊喜地发现 和一般的父子爷们 好像没有什么区别 后世关于洪武大帝朱元璋 对太子朱镖的宠爱 绝非空穴来风啊 狗宝 奴婢在 沐浴更衣吧 如今太子爷大病出狱 常事也已经轰事 接下来只要我在太子爷面前多表现一下 我是一定会被俘为正式的 本太子想要造皇上的反 你说姑会不会成功 奴婢不这样 哈哈起来吧 姑刚刚沐浴完 来给姑垂背吧 奴婢这就来 虽然我这个穿越者没有系统 也没有什么金手指 但是我穿成了珠镖 也算是一个天狐开局 殿下 这个力道如何 这万恶的封建制度 老子一定要好好顺从 你叫什么名字啊 奴 奴婢见明晴儿 不错 是个好名字 而且还是一位大姑娘 来 让本太子 好好地看看 哎呦喂 侧妃娘娘 里边都是水汽 殿下应该正在沐浴呢 这个奴婢眼上还有未褪去的红韵 眼神还躲躲闪闪 刚刚指定是发生了什么 好端端的 你怎么过来了 殿下勿怪 是臣妾怕您口渴 所以自作主张亲自泡了茶水 给殿下送来 是沉了好几年的普尔 请殿下您尝尝 那行 你过来吧 这个女士是大明朝的第一位太后 可她却走向了三无的人生结局 极无记载 无嗜号 无灵目 殿下 臣妾想和您讨要个赏赐 嗯 你想要什么赏赐 臣妾看秦儿的丫头不错 想收为大丫鬟 求殿下恩准 这女士可真行啊 大丫鬟的全称叫通房大丫鬟 主要是伺候主子和女主人房市的 主子要是没尽性 那大丫鬟就得当人不让 她想早早的把秦儿握在手里 哪怕是后来秦儿真的攀上了高之二 那也得念女士的好 在自己这里 她还狠狠的卖了个乖 真是一举两得呀 嗯 那就听你的吧 臣妾谢殿下恩典 对了 明天姑的老师宋莲 要来看姑 秦儿跟姑一起吧 臣邓惨见太子殿下 众学士无需多虑 起来吧 谢殿下 我说宋师 您别客气 过来一块 用点粥吧 老臣在家里吃锅了 仅日臣邓如拱特司来拜会殿下 如殿下审替仍又不思 臣邓夜粗筒妖力 丹城管殿下宏广曼眠 罗骂警神 仅日私父容臣邓严谨将司 为殿下介闷呢 这个老宋头看来是话中有话啊 意思就是说我的经历都宠幸在身边的丫鬟上 而没有经历干点正事了 宋师所言极是 那么姑就斗胆出一个命题 咱们开始今天的言经讲史如何 嗯 这些俘虏天天和彪二讲君子之道 听得咱耳朵都出了茧子 这几天总感觉彪和之前不太一样 咱今天就听听彪二能出个什么命题 姑今天的命题是 先朝之法 执政之要 太子殿下 袁庭包争铁怒人院 奔朝取除达鲁 毁服散合 遮仙朝只发佑和克伦底 可即便是这样 先朝也不是一无所长 姑可是听说 那赵官家刚刚灭亡之时 一位达鲁丞相因为废除了赵官家 那如瓜地皮一般的税法 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因而有百姓为达鲁丞相历生死 这丝儿那自然是知道的 至此不后说呀 毕竟那曾经处私于援朝 袁庭暴政 一半自然 只来自于皇帝 科捐杂税 导致民不聊生 后来农民起义 如火如荼 袁庭不思悔改 如此暴政 自然会改朝换代 那另外一般援影呢 庆殿下明思 自然是士绅豪强为货 殿下 思审豪强 至为揭炫之机 赠客坐下灭国止祸 纵失此言诧矣 彪儿怎么突然一改 平日里温文尔雅的性格了 今天果然是给咱 带来了一个惊喜呀 那落臣冤文 殿下稿件 前缘的税制 乃为包税制 每年前元朝廷 会根据此地的 贫富 疾风 拟定税款 下发至封疆大利处 本地官吏自然不可能 挨家挨户去收取两米 便把税收包给当地的士绅豪强 纵失是前缘生人 自然知道这些吧 回台字也得话 老臣知道 周富坦拍下来得税款 各家必须先继日内凑齐 只要凑齐税款 周富便给各家粉花取语 至于在各取语当中如何守税 那便由各家舍了算了 由各家说了算 那就是只要收不死 就往死里收 各州府也不干净 因为前缘朝廷 早已经断了他们的俸禄 他们不贪不战 他们就要饿死 圆庭加税三成 下面就能加到八成 说白了 还是土地兼并 官不作为 励志腐败 说白了 还是官官相护 朝堂里边烂一个 地方就能烂一串 最后朝臣们一起 上个折子告诉皇上 就说四海生平 让皇上不要担心 就安心享乐 那这天下自然是由着 他们是大夫的 彪儿此言 一针见血呀 殿下 陈方笑如有话要说 嗯 这不是被朱棣一口祭灭十足的大名 第一头铁哥吗 今日是言经讲史 以道理为尊 方学士不要拘束 有什么想法 尽管直言 谢殿下 那臣就直言了 殿下所说 不仅是前朝必正 也是各朝各代都会出现的事情 可以说是屡禁不止 可是臣不解的事情有二 一是制度从来都未变更过 历朝历代 仅是如此 可为什么王朝前妻就会立志清明 而后则无比黑暗 二是如此必正 殿下当以什么方式来解决呢 饿死枕怕胎字 殿下会说出那些类似于皇上的花 必如撒衣敬拜 宝皮选凑一类的 彪儿该不会突然说出一些圣人之言一味吧 好不容易开窍的儿子 可别又打回原形了 再姑看来 我华下的问题 一直都是土地问题 土地兼并导致百姓们无田可种 再加上太平岁月的人口滋生 那土地就更不够了 好比是大明建元之初 一周府的百姓一户 可分二十亩田地 去掉税收 哪怕再去掉一点盘剥 百姓们也能活得好好的 这自然是太平盛世 可是一户三个儿子 二十亩地被分成了三分 这地还足够吗 没钱没地的百姓 就会进入大家族为奴 成为国朝的隐藏人口 这些农民卖身为奴 自然不知道 朝廷不知道皇上 只知道自家主人 所以诸位看一下 改朝换代大多数 都有士族的影子 夏商周勤造反的 都是王公贵妻 汉末三国更是士族横行 资助军阀 他们哪来的钱 哪来的兵器 哪来的粮食 还不都是朝廷的蛀虫 这个时候天下 到处都是恶朴遍野 再冒出一个人 喊上一句 王侯将相宁有种呼 或者干脆喊上一句 打进城 分了粮仓 还不是从者如云 改朝换代呀 这台字也 二十纪虽顶年纪 就能向明北遮险 如果将来荣等大报 叶不思以歌号 伺候得住 殿下刺眼 真知灼奸 沉顿呸负 哼 就凭你们几个妇儒 还想来难为咱的儿子 也不看看是谁的种 这是一个通病 这是一个历朝历代 都会有的通病 土地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 而这些人 总能变着法的 不交税不纳粮 他们越富国 朝就越穷 最后朝廷穷的 养不起兵了 他们就会想别的法子 去伺候新主子 反正铁打的 世家流水的朝廷 又能怎样呢 那咱就把所有的门法 世家刀刀斩尽 个个不留 这大明天下 是不是就可以千秋万代了 无等参见陛下 无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哪有皇帝能活到万岁 如果开国皇帝都能活万岁 这天下还在祖龙的治下呢 我回家就要告病 然后抛售这几年 积攒下来的田产土地 你们都退下吧 臣等告退 而此时此刻的父子俩 正在大眼瞪着小眼 老朱却有点抓耳挠塞 破天荒地亲自给朱彪 满上了一杯茶水 彪儿 你跟咱接着说 老子就要看看你的小脑袋 刮里装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昨日像那洞楼水里 我远去不可留 今日乱我心多烦忧 抽到淡水水更流 举杯小丑丑变丑 面朝进风四漂流 踩踩踩踩踩 确实是不错 先退下吧 赏赐随后送到 奴婢遵旨 彪儿 表演看完了 你和咱说实话 上一集你是不是也想不出来什么好办法 是不是这件事就只能杀 哎 看你这个傻样 爹也不怪你 你爹我这么多年摸爬滚打 刀头上填血都想不出好办法 何况你一个二十来岁的娃娃 这样吧 再过几天 你就带着虎威虎奔两只兵马 回中都演武 若没有父皇的照例 你不许回应天来 这哪是让我回中都演武 这分明是老猪要抡刀子杀人了 让我带着淮西嫡系部队 回凤阳对风套 以老猪的尿性来说 到时候当官的都杀干净了 武尘勋贵也胜不了几个 到时候国潮四方危机 那谁给我们老猪家办事了 爹 您别着急 儿子不是想不出来 你先听我慢慢说呀 那彪儿 你说 这第一条便是改变税法 官身一体纳粮 官身一体当差 税收面前 人人平等 征收商税 废除人头税 和其他杂七杂八的赋税 只留取土地税 田地多就多纳税 田地少就少纳税 没有田地的破落户 就不用纳税 彪儿 你这话有点有事公允吧 咱这个人头税收的 可是比钱朝少太多了 对百姓也不是什么负担 怎么就成币正了呢 爹这是你得这么想 开垦荒地需要什么 抵御匪员需要什么 修住长城又需要什么 纳粮当差又需要什么 一句话都是一个人字 没人什么都干不了 儿子也承认 现在的人丁税收的确实低 但是对于百姓来说 这笔钱也绝对是一个 相当可观的数字 穷苦的地方 或者灾荒之年 百姓们交不起人丁税 就淹死 刚生下来的婴儿 特别是女婴 稍微有点儿灾荒年 路边的壕沟里都能看见死孩子 爹是从乱世 一路走过来的 不会不知道吧 只有取消人丁税 老百姓才能放开了生孩子 有了人口 才能开垦荒地 才能收上更多的农税 地多了 均摊到每一亩的税 自然就会变少 百姓的手里才能有余钱 不至于稍微有点灾荒 就投入世家卖身为奴 可是彪儿 你有没有想过 大明的地中就是有限 以你这么个弄法 五十年之内 大明确实可以越发富强 但是长此以往 还会出现你说过的那种情况 那就是地不够用 地不够分 刚下来的新粮养不活人 怎么办 这是 儿子自然是有法子 那就是要增加生产力 什么是增加生产力呢 简单的说 就是增加粮食产量 假如一亩土地 能产出二十十粮食 那么我大明天下 岂有恶嫖啊 哼 你个臭小子 就是想服想出罪过来了 你中过地吗 你知道丰年一亩地 能打多少粮食 三四蛋 农民就要烧高香吗 可是儿臣 曾经听海外商人说过 南洋稻米 一年三熟 啥 你爹读书少 你可别哄骗你爹 嘿嘿 果然华夏人 种田的基因 是刻在骨子里的 传说后世的人 上了月球之后 都得研究研究 月壤 看看能不能种菜 爹 我想说的是云南 云南的气候 比咱们英天要热很多 据说云南当地 有些地方的气温 就能达到水稻 一年两熟 而且因为天气炎热 植被茂密 连蔬果的种类 都比中原多上很多 南洋自然在云南的南边儿 正常来说 越往南边越热 越往南越热 云南都已经两熟了 再往南肯定能达到三熟 我的瞎瞎宝贝 你爹我其实已经开始计划了 朝中的是稳定下来以后 你的几个弟弟安心就翻 之后咱就可以倒出手来 收拾收拾云南那些个吐司了 人选咱都想好了 让傅友德带着蓝玉 再带上木鹰 三十万大军南下 一定能踏平云南 到时候让他们撒楼草打兔子 再往南打一打 那边的山岳猴子 也该整治整治了 皇爹英明啊 把这两个地方打下来 再经过几年的移民发配 南边就会成为 咱们大明的粮仓银库 到时候大明字民 家家都能吃上南方的稻米 那岂不是洪武盛世 少给你爹我扣高帽 你小子自从生病好了以后 怎么变了性子 以前咱跟你说要打仗 你就说劳民伤财 现在怎么变得也喜欢刀把子了 打了一次仗 死了十万人 大明百姓的饭桌上 从今以后就会多一碗稻米饭 儿臣认为值得 说得好 彪儿你真的是开窍了 好在老猪不是后世的通古斯酋长 好在老猪是汉人当中 为数不多的马上皇帝 我是真怕老猪会说上一句 大中华物华天保 何须再翻帮巧取豪赌 那可真就是闹心了 爹大明一定要打出去 后期人口实在太多了 咱们就打出去把世上那些无主之地 蛮夷之所全都归咱们大明所有 移民过去 所有移民都用军户的方式来管理 能开多少荒就开多少荒 朝廷不求着他们纳粮 只要他们能够自给自足就可以了 其实我还有一句话 那就是分封翻网 让他们去同化蛮夷之地 让这些蛮夷之地化为中华所有 如果这样哪怕他们作威作福一些 也是可以原谅的 彪儿 这个需要咱仔细考量吗 你擅长之前总是告诫咱 国之大 后战必亡 如果开了这个口子 不止咱们爷俩要打 后世之军也要打 你看那前援朝廷 骏马弯刀打下弱大的地盘 最后不还是不到百年就衰败了 爹说的有道理 但是爹没有看到一点 那就是咱们汉人真正的优势是什么 咱们汉人真正的优势不是铁骑长矛 更不是火冲巨炮 而是咱们的唐师送子 是咱们的文明文化 蒙古人的骏马弯刀固然厉害 但是打下城池之后 蛮族依然说着 本族语言依然在节省济世 只是有一个打不过的人在统治他们而已 如果有一天能打过了 那就另当别论 而咱们大明武功更胜于 蒙古人的骏马弯刀 打下城池之后 屠杀顽固 亲近顺民 让那些蛮族 说汉语诗汉字信奉孔盛 与汉人通婚 百年后谁知谁是蛮人 谁是汉人啊 不都是咱们大明治下的子民吗 而且爹不是当儿子的鞭排你 每年杀那么多贪官污吏 每年秋季问斩的刁民 也不在少数 不如一股脑 全部发配蛮夷之地 废物利用 你这酸门人软刀的杀人的手段 倒是比你爹强 嘖嘖嘖 嘿嘿嘿 都是爹 给儿子找的老师好 再加上优秀血脉 儿子是想不出息都不行啊 嗯 爹你这是干嘛了 爹你在捣咕什么了 哦 这是咱专门给大臣们寄功过的 龙袍一挡 他们根本就看不见 以后你也要学会了咱这本事啊 都说红武朝的官儿难当 如此一看真是一点儿都不假啊 朱元璋如此小心眼儿 真的是史无前例 好在我是他的亲儿子啊 你刚才瞟了咱一眼 咱给你记下了 我他妈真是服了 你小子说了这么半天 也就关身一体纳粮 一体当差 废除人头睡 还算个治国之道 其他的东西完全是强盗行为 何土匪无益 你不知道咱在立国之初 就定下了许多不争之国吗 可是爹 儿子感觉您当初定下的不争之国 完全是怕后世之军穷兵独武 为了军功而行大战 到后来咱们黄明得不偿失 打空了国库 得到的不过是几千里荒地而已 对 咱确实是这么想的 开国以后 咱为什么要对武将多有压制 因为彪儿你的年纪太小 只看见了武将们的好 没有看见武将们的残暴 这些人都是闲不住的 他们想封弃印子 他们想保持富贵 那就要一直有战功 四海生平没仗打了怎么办 他们就要怂恿皇帝 对寺外的藩国小国动刀子 而且他们这一旦杀红眼了 别说你是皇帝老子 就算你他娘的是玉皇大帝 也管不住他们 爹 没那么严重吧 比如说你的岳父长玉春 回回出征咱都嘱咐他不要杀戮过重 可是他就是不听咱的 每遇到重兵防守的奸程 那黑面司就为而不公 四面掠夺屠杀村寨 然后用抛尸击把死人死马往城里抛 等城里边的人病死的差不多了 他就一把火将城池烧为白地 他天天号称长十万 靠的就是这种有伤天和的打法 当时刘伯温司底下就说过 他避损阳寿 结果没多长时间他就得了谢甲锋 壮您夭折呀 爹 儿子倒觉得 长大将军的做法无什么不妥 乱世当用重点 这法子虽然有伤天和 但是也保住了我明军的有伤力量 之前曾经听爹说过 咱们大明当初兵风 不及陈有量 钱梁不及张世成 所有武将都得精打细算过日子 有些时候不敢放开手脚打 只能找点歪门邪道 嘿 你个兔崽子 长玉春这个黑面丝 要知道你这么说 半夜都得拖个梦来感谢感谢你 嘿嘿 那倒不用 爹 其实东南沿海的倭寇 也是咱们大明的心腹剧患 早在红五四年的时候 爹您就颁布了近海令 片板不得下海 对 就是你老子说的 片板不得下海 这是国策 那父皇可感到倭寇之患减轻了吗 好像倭寇之患非但没有减轻 反而愈言愈烈 搞得东南沿海赤底千里 税收则一落千丈 彪儿啊 倭寇只是戒选之急 咱们大明真正的敌人是北渊啊 我的好爹呀 北渊虽然可恶 但是咱们看得见摸得着 但倭寇之痛 痛在大海乌鸦 他们却神出鬼没 让咱们大明军民疲于分命 一旦天年不假 朝廷暗若 他们就要上来 狠狠地要上一口 因为他们天生就生在孤岛上 日日在研究 如何攻取神州中原 哪有夜夜防贼的道理 总不能在东南沿海 再修建一所长城坝 那我大明万里海江 岂不拱手让鱼窝寇 我作为一个后世的人来说 深深地知道 中国的百年居辱 就是从闭关锁国开始的 到了通古斯酋长 那里人家洋人 已经用上岁发枪了 人家还在大奖特奖 不能抛弃祖先 授予的长矛弓箭 真贪扬得奇了怪了 就算明末诸家不行了 怎么能让他们 这些通古斯人 减了便宜 一小子说了半天 谁想弄水师吧 父皇英明啊 水师乃国之重计 有一只强大无敌横行四海的水师 才能彰显父皇的 天下不武之雄心 咱想让你当个太平天子 咱想让你用文质怀柔天下 你个兔崽子可倒好 天天心里琢磨着 打这个打那个 你可知道水师有多少钱 你可知道当年 鄱阳湖水战 陈有亮的一条混江龙 多少银钱 你个兔崽子 你爹我叫红武 依着你的性子这么往下干 你不得叫个圣武 神武啊 等着你儿子雄鹰上位以后 看着你留下的烂摊子 还不得直接无脸了 前边的我倒是忍了 更改税制 你说的也有道理 民多民富 朝廷自然就富庶 土地上无非也就是蚕食蚕食邻国 多做几个军团 多建几座城池 但是你还要建一个横行四海的水师 一个小小倭寇在沿海 弄一个民团 都可以轻松解决的事情 你却要劳民伤财 上有所好 下有所孝 你这天天就是打打杀杀 你岂不怕五人做大 你难道忘了陈桥兵变吗 你个小兔崽子还敢躲 看老子今天打断你的腿 啊 勾包公公 情况不妙啊 快去青牢祖妈换后出山 咱家这就去 父皇你且听我一言 再打也不迟啊 嗯 那咱就听你说说 皇爹呀 这祖建水师绝不是劳民伤财 而是立国立民的大好事儿了 如果儿子之前说的都实现的话 生产力提高了 粮食产量上来了 人口多了 自然就不能都种粮食了 就要有人织布 就要有人制作陶器 咱们大明的人能用得完吗 肯定是用不完的 东西越多 这东西就越不值钱 到后来受苦的还是咱们大明百姓啊 可是如果有了纵横四海的水师船队 天下这么大 咱们可以把多余的这些货物卖到海外 去换他们的金银铜铁 去换他们的香料象牙 这难道不是立国立民的大好事吗 儿子在前几天听闻 父皇给在经众位大臣的俸禄里 掺杂了一斤胡椒 这胡椒向来有一两胡椒一两斤的说法 在儿子看来 这胡椒在他们的产地可没有那么值钱 甚至漫山遍野都是 到咱们这儿来说一两胡椒一两斤 可不 那东西确实是太贵 吃饭不放还没滋味 放得又太贵 要不是那些胡椒都受潮生的虫子 咱也舍不得拿出去给它们比凤布 我心中对老猪的吝啬又上升了一个台阶 这海外啊 蛮夷翻帮遍地 他们哪里知道金银铜铁的用处 还不如便宜了咱们大明 实在不成咱们就在翻帮租借两个港口 咱们不动刀子 老老实实做买买总成吧 用咱们的瓷器棉布 换他们的金银矿山 通天巨木 这不是很合理吗 还能促进商业 让百姓们除了科举重地当兵以外 还有其他的活路 他南宋赵官家的商税 一年有大几千万贯 咱大明只要开了海商 再改一改内地税制 一定能收的比他多 而且父皇人正 不奢靡还可以藏富于民 让民间都可以过上好日子 对对对 藏富于民 表儿你说的太好了 皇帝就是要让治下的百姓多富足 都能吃饱饭 这点你和咱想到一块去了 爹 实在是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土地总是有的吧 咱们圈地种粮 然后运回咱们大明 既然有船何必闲着 一船一船的往回拉北 到时候 咱们爷俩在应天经交 建上几千个百丈宽的大粮仓 老天爷不下雨 咱爷俩都敢指着他骂 我们手里有粮 心里不慌啊 而且番邦 也不是一无是处 据儿子所知 以前还没有进海的时候 就有一些扶朗鸡伙计 流入咱们大明 确实是比咱们大明的好一些 咱们大明也不会望尊自大 谁家的东西好咱们就学 学到了之后 咱们做的比他还强 是一尝尽以至一骂 咱们大明要是只在自家地盘上待着 万一未来的某一天 弗朗鸡人的火气 已经犀利到 可以无视大明铁骑的程度 他从海上来攻击咱们大明 儿子上面说的那些招式 可都要用在咱们大明百姓的身上了 彪儿你说的都有道理 但是这些事情不是可以操之过急的 咱们需要循序渐进 爹在的时候 爹就帮着你做 爹不在的时候 你就和熊鹰一起做 一定要让大明代代英主 儿臣遵旨 猪虫吧 哪有你这么当爹的 彪儿刚刚病体出狱 你就喊打喊杀 儿呀 就说你爹不在呀 二胡 这家烤鸭店不会有人知道咱是皇帝吧 放心吧 晃爷 绝对不会有人知道你是皇帝 你 你是洪武大老爷 草民见过洪武大老爷 这位小哥 你是如何识得咱的 回答老爷 草民曾经在您大军入城的时候 有幸见过你一面 那时您老可威风了 那小哥 这件事你就帮咱保密吧 大老爷 你放心就是 小二 大明湖的鸭子 给我们爷俩来两只 还有大葱 好嘞 二位老爷 您瞧好了 二胡 晃爷 伟称爷谋想到会这样啊 起来吧 咱恕你无罪 谢晃爷 爹 你以后还是别教训我了 免得娘又把你教训一顿 好不容易出来吃顿饭 得放松放松心情啊 哼 你这个臭小子 二位爷 烤鸭来了 你慢慢用 餐桌的烤鸭属应天名菜 这也是北京烤鸭的前身 相传当年朱棣迁都之后 在北京十分思念应天的烤鸭 便让专人在应天饲养鸭子 有水路将鸭子赶至北京 爹你看 咋 看啥 这便是爹创建的鸿武盛事 前缘横征爆脸 应天民生疲惫 自从爹攻打下应天以后 这应天城的百姓才算过上了好日子 臭小子 就你这个速度 大军开拔 你都吃不上一口饱饭 你爹我当年 嘴里闲得大饼还能砍两三个打子 就你这样还要圣武神武 你干脆回宫里武大辈吧 爹我啥时候说 我要圣武神武了 明明是你老人家 在编排自己儿子 你们听错了吗 在忽危用忽乡的 丁元劳驾的警纵 土人送出十损 促随数尺啊 那十损五颜六色 啥是好看 是啊 听说忽乡租赴了坟墓上 没完都有火广照亮夜空 这忽乡一定是咱们打命了 田匠鬼人啊 忽然 前一秒还谈笑风生的老猪 瞬间变得杀气肆意 因为这个方法他实在是太熟悉了 从沟火夜狐明 到大楚星 陈圣王开始的 这个方法上下好几千年了 不知被人抄袭了多少遍 而且还是屡试不爽 二胡 把那两个罪汉给咱抓了 一定要问个清楚 雕儿 回宫 完蛋 因为胡为庸 老猪绝对是要动刀子了 爹 您慢点而走 爹 您要冷静了 爹 受儿子直言 现在还不到发作的时候 特别是因为这件事情 那两个罪汉 无论问出什么 还是问不出什么 他们都是酒后失言 如果咱们爷俩 用这件事情 发作胡为庸 满朝文武勋贵 怎么看 雕儿 你说他们会怎么样 爹 他们会害怕 他们会人人自卑 几句市井之间的流言蜚语 就可以要了 堂堂左丞相的命 如此帝国 还有谁是安全的 咱们朱家 还有没有容人之量 就算要发作 他胡为庸 也一定是因为 他做错了事 咱们朱家 占据大义 也好赌注 这天下 悠悠众口 那一边你的意思 这件事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这件事情 爹就装作不知道 区区市井流言 怎么可能上达天厅 明天御门听证 这件事 由儿子提出 不吓唬他 不威逼他 而是当一个好事去说 给他提一个石碑 写上他的功劳 就立在 那座井的旁边 然后儿子会上奏 建议父皇 重开简笑 一方面可以更方便地 收集胡为庸 那些个阿萨事 还能起到 监督百官的作用 重开简笑的是 彪儿 你倒是和咱 想到一起去了 这件事情 实在必行 但用这件事 当由头不是的 好选择 对胡为庸 进行捧杀之策 也不用做的 这么大张旗鼓 明日有空 彪儿 你去一趟中书上 把这件事 办了就行了 彪儿 你记住 如果咱明天 玉门听证的时候 先是捧了他 胡为庸 然后再提重 开简教的事情 他胡为庸 就会认为 咱是在争取他的支持 咱是在向他低头服软 这是绝对不行的 这皇帝对臣子 可用 可杀 可服 但就是不能和他 含糊其词 把他放在 和咱一样高的地方 这边捧着他 那边就提议 弹满朝文 武斗厌烦的事情 这不就是 在让他替咱说话吗 咱想干什么 用得着他帮咱说话吗 作为一个后世穿越者来说 什么平衡之道 后黑学 我自然是清楚的 但是这些东西 都不是堂堂正正的皇者之道 老朱的皇者之道 不屑于阴谋诡计 只有堂堂阳谋 用你自然会捧你 不用你自然会发作你 想杀你自会抡刀子 哪有那么多平衡之说 儿子一定谨遵父皇旨意 为人不失于书报 为名不惑于邪宁 为秦不逆于安逸 为断不迁于文法 做堂堂正正的太子 才对得起父皇的文质武功 对得起父皇一手建立的泱泱大名 好 彪儿你能明白这个就好 爹这么多年没白叫你 咱们大明三代英竹可期啊 彪儿 今天天色已晚 你好好回东宫休息吧 高丽前些日子 刚进宫来几个美女 他们都会说咱们汉话 一会儿再让满仓给你带上几个 省得你天天祸害东宫的丫头 哪有爹送儿子美女的 这有啥 你命还是你老子我给你的呢 赶紧领了赏滚蛋 那儿子也只好入乡随俗 净化他们的灵魂了 儿子告退 他娘的还学会不正经了 去 把徐达和汤和那两个笨货 叫到宫底来陪咱喝点 小的遵旨 少略 大晚上的叫我们来干什么 天德 顶辰 快来快来 今天咱心里高兴 你们快来看看 少略 您这字写得越来越有气势了 整张纸上这么多字 竟然一个错字都没有 不过尚未 这纸上写的东西 可又是哪位先生给您出什么好主意了 天德 顶辰 咱告诉你们 这四句话是咱儿子跟咱说的 太子殿下写的 对 这就是咱大儿子写的 如子储君 亘古未见啊 恭喜皇上 由此储君 我大明江山顾若金汤 得得得 今天高兴 王兄弟就不玩那些虚礼 满仓 满仓 你的娘的死到哪里去了 告诉徐星祖 给咱炒一盘大葱咸肉 炸一盘小合鱼 再整个肉皮冻 再煮一点咸豆子 回陛下的话 满仓公公跟着太子爷悬赏赐去了 哦 那你去 小的尊旨 看来陛下今天真的是很高兴啊 这大晚上的还赏给太子爷东西 咱是赏给那兔崽子两个高丽进宫来的美女 这兔崽子最近不知道是怎么了 之前天天圣人之眼 现在天天满步子哗哗肠子 在东宫祸害了 喝茶喝茶 鼎晨你也喝茶 哦 太子殿下正当少年风流 出了这样的事情很正常 实在步行就在功臣勋贵之家 寻几个士林少女嫁入东宫算了 要么就全国选秀 选出家世清白女子充实东宫 我当是什么事啊 这还叫是啊 我说上位 太子爷天字聪颖 他看上个丫头还不是那丫头的福分 这咋能叫祸害 真要是怀上了 一个太子爷的种子 怎么也得是个赛王啊 对对对 鼎晨说的对 反正拍马屁也不交税 还是拍太子爷的马屁 能胎就拍啊 嘿嘿 我说天得呀 你家庙云今年快十五了吧 那孩子在家还好吗 我记得庙云六七岁的时候 咱们应天就传出 徐家的大女儿过目不忘 是一个经国不让须眉的女猪生啊 这孩子也快到了嫁人的年纪了 你看看你看看 这徐天得都欢喜的傻了 哈哈 哎呀 天得呀 回啥了 回啥了 这事还得问彪儿同不同意啊 你在这空欢喜 有什么劲啊 为什么本王 感觉要失去些什么 太子爷 花香阁到了 这花香阁里边的人可以说都是大内皇宫的资产 也可以说都是老朱的私材 我一个当朝太子 如果进去仔仔细细的挑选 总归是好说不好听的 父皇有所自 无碍而臣 自然不可推辞 但也实在是没有什么好挑选的 那就有劳满仓公公带出一位 也好成了父皇的旨意 回太子爷的话 皇上口谕可以挑选几位 您是只要一位吗 满仓 差事干得怎么样啊 回皇爷太子爷没选啊 啥 是太子爷说的 太子爷说他做儿臣的岂能贪婪无度 太子爷 您真的只要一位吗 过早 父皇的赏赐 没有明说的话 自然是一个 做儿臣的岂能贪婪无度 这花香阁里边有好几个条性女子 如果多挑选几个 万一哪天折了宠 对我这个同性之人也一定会多有照顾 这样吧 今日天色已晚 也不着急一时 满仓公公好好挑选一番 明日送到东宫就可以了 如果父皇问起 就说是姑让的 是 奴婢尊太子爷令 等等 这小主子果然难伺候 整个花香阁有236位女子 各个国色天香 太子爷让我来挑选 我选谁 我又如何挑选 为了小命 我还是得让皇爷来选才行 你们看看 多知道进退 大哥说的对 来了这么久 也该为大明做点事情了 要不堂堂穿越者 来了啥也不干 成何体统 让我来看看大明律 凡凡思严者 张一百 图三年 卧槽 看来这大明的严法是真的严格呀 其实在老猪的操作下 商人付出了一定代价之后 他们就可以拿到一张经营食严的许可证 这个东西就被叫做严隐 他们凭借这张纸条 就可以在一些地区售卖食盐 并以此谋得暴力 要知道在被朝廷强制看管 强制垄断的时代里 能够拿到一张严隐 就意味着掌握了一张价值千金的生财良方 但是这样的一个政策 却被现在的权贵利用了 朝臣勋贵们开始通过权钱交易 威逼利诱 甚至巧取豪夺的方式 得到这一张严隐 而且得到严隐之后 就开始囤积举起 哄抬物价 让百姓只能吃高价盐 老朱虽然雄才大略 但是也为钱发愁 他曾下过盐纸 统一盐价 可是圣旨一下 所有的盐铺子都贴上了缺货的牌子 而黑十四盐却是繁荣昌盛 看来我必须要写一副制盐的奏书才行 雕儿 你的几个长辈看了你的调臣 你和他们说道说道 儿臣遵旨 太子殿下 盐天乃国家重器 红武三年陛下定下盐以事宜 天下商旅归心 我黄明军队浩大的开支得到了补充 如今天下出岸 黄明便收回当年陛下所签发之盐以 可是失信于天下商旅 如此一来 国家信欲何在 陛下信欲何在 好贼子 这胡卫庸明显就是在用老猪来压我 高不好 各地四盐买卖 获利得到的银子 有一部分就落到了他的口袋里 孤的调臣上 可从来没有写过要收回盐饮 既然是父皇当时定下的规矩 那么大明就定当守信 孤伴这个盐业衙门 只为了平衡各地盐价 让穷苦百姓都能吃上有盐味的吃事 各地盐田海盐 大多数都有盐饮签发 或者赏赐给功臣勋贵 他们如果奉公守法 朝廷自然不会难为他们 但是盐饮过期的朝廷 自然会把盐的收回来 哄抬物价 违反大明律令的 自然会受到处罚 奉公守法的没过期的朝廷 自然会履行契约 衙门卖衙门的 各地盐商卖各地盐商的 互不相扰 胡相感觉怎么样呢 太子爷也没有说一道歉 那我也放不上和太子爷死客 太子殿下 陈认为太子殿下的心政可行 但是陈有一个问题 就算是把一部分食盐产地 收了回来 也不足以供应全国 如果开了盐业衙门 再由陛下把盐价 鸣发天下 来一支高价盐和黑市盐 这自然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但如果打击成功以后 盐业衙门的食盐产量不足 黑心商人又囤积居齐 那可如何是好呢 不错 还是这刘伯温说的是人话 那个伯温啊 此时不用担心 咱的府库里还有一些食言 可以支撑很久的 陛下英明 看来刘伯温还是想有话要说 这老小子自从跟了朱元璋以后 就一直怕老朱鸟尽攻藏 皇明立朝之后 更是三番五次的请求告老还乡 都被老朱驳回了 刘伯温的能力确实很强 连大明的国运都能算得出来 我一定要把这个钱支五百年后支五百年的 玄学大师彻底收服 让他给自己好好的算一挂 传指 盐业衙门的人选 由咱亲自甄选 下月初一大明盐业衙门就正式挂牌办公 太子朱镖指馆 虽然老朱在议事的时候稳如老狗 但是心里却慌得一批 散朝后就拉着朱镖去了城外 镖儿 这个地方是咱的黄庄 都是信德过的人 镖儿 你让准备的东西也都准备好了 但镖儿 你那办法真的是在古迹里看到的 毒石头里真的可以提炼出能吃的食盐吗 放心吧 爹 没事的 过一会这食盐炼制出来 儿子吃第一口 一定没问题 你这娃子是烧坏了脑子吗 没事的 爹 你就看我的吧 我擦 这么硬 我上辈子作为世界级猎人 我肯定是不服气 你看 你看 这娃子就会用蛮力 啥也不是 爹 我他妈就不信了 别别别别别 彪儿 彪儿 犯不上 犯不上志气 你没出过力 不会很正常 你不会不要紧 你爹会呀 爹叫你不就完了吗 彪儿你看好了 好呀 荒野果然是弄井户蒙啊 老了老了 不如当年了 随后来了两大马车的矿石 和五百人苦力 接着叮叮当当的声音 矿石被砸成了粗一些的沙里 然后用干净的井水把这些矿砂准备 铁锅上会出现白色的结晶 都看准火后 结晶不再增加的时候 就停了柴火 然后再把它刮下来 爹 今天这个量 到了晚上估计能出个二百斤左右 虽然有点少 但是也还凑合吧 不少了 不少了呀 这二百斤石烟可一点也不少啊 一个几百人的村落吃一个月也吃不完呢 咱们大明这种石头多的是 这法子要是真诚 那彪尔尼可就是大明百姓的恩人啊 冻饼啦 冻饼啦 陛下 太子燕 您二位快来看那贴国的冻饼啦 走 咱爷俩去看看 Nice 哎呀呀 彪尔尼看 真的是盐啊 爹 现在这些盐就是一堆毒药 嗯 如今还差两道工序 来人 把这些盐都融进水里 拿一些新鲜的竹筒来 再用三斤碳粉 加二十层纱布 把这些盐水过滤三遍 再放入干净的铁锅煮沸 老朱带来的人 虽然脸上已经见了汗气 但是也没有什么疲劳的感觉 这让朱镖不由好奇这群人的身份 爹 咋 您带来的这些人 是哪一级的精锐啊 这干了一上午 活了 咱们一点儿都没见船啊 彪尔 你以前和咱提过 让咱重开简叫 这些人就是啊 啥 简叫之前便是吴王亲军 在咱们黄鸣立朝之后 于常 刘伯温 他们建议咱裁车简叫 咱也给他们面子 也是让他们交纵些时日 让他们销声匿迹的几年 怪不得历史上 朱元璋建立锦衣卫 是红武十二年 红武十三年 就能办得了胡为庸案 而且把这个胡为庸案 办得是轰轰烈烈 就这样狠辣的手段 怎么可能是一帮 新兵蛋子干出来的 原来锦衣卫 是有这些老特务 作为底班 才能成长得那么快 毛肖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陈灾 毛肖 现在太子就是你的小主子了 陈毛肖 拜见太子殿下 你就是毛肖 我还以为二虎就是毛肖了 彪儿啊 为了庆祝经年提炼成功 咱爷俩一定要好好地喝点啊 毛肖 你来请客就行了 太子爷 你怎么喝那么多呀 真贤 真贤啊 此时的吕氏和丫鬟真儿吃了一惊 因为丫鬟就叫李真贤 是老猪赏赐给猪标的高丽美女 昨天满仓公共送过来李真贤 我本来就没放在眼里 可殿下竟然叫出了名字 这李真贤也不简单 是朝鲜大王李方远的女儿 不过好在我有儿子 殿下喝多了 身边需要有个人照顾 雄鹰那又哭闹个不停 你就带本宫首页 伺候殿下吧 真贤永济太子妃恩典 本宫知道你是个有礼数的孩子 好好伺候殿下 就算感谢本宫了 等女士回到自己的寝宫 看着熟睡的猪雄鹰 嘴角不由地微微上扬 妹子 你快看 这是彪儿研究的房子 可以把毒石头炼成上好的白盐 这回咱大明的百姓 都可以吃上白盐了 那是 也不看看是谁的儿子 妹子 今天你擦的是什么胭脂 咋这么香 别闹 这么多年 我啥时候擦过胭脂 嘿嘿 那就是入香 崇八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你还不如去找你的小姨子 姑会飞去 妹子 咱老猪最爱的人是你啊 救你的地好 长出的苗也好 过来吧你 说实话 穿越后的这具身体 可真是够废的 既胳膊细腿的 一点肌肉都没有 太子殿下这是在练武吗 这是什么露术的拳法 咱怎么没见过呀 咱看不像是军中的露术 老康你再仔细看看 这找事明明就是奔着神体个大关节要害去的 我看呢 这应该是一门极其厉害的琴拿击法 太子爷 时间到了 该去大学堂重新开始读书了 那行 来人 把姑的马给牵过来 请太子爷上了 怎么是你 你什么时候到我的东宫任职了 是谁让你换进来的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大明战神李锦龙 从小跟在朱镖屁股后面的狗腿子 这家伙从小就不务正业 十几岁的时候 因为怂恿朱镖去秦淮和尚听取而 差点被李文中打断了腿 老国公这段时间还好吧 多谢太子爷关怀 可别以为 我不知道你李锦龙是个什么玩意儿 吃礼拔卖 你看成是第一人 老四那家伙称帝以后 李锦龙竟然是头号功臣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怎么就是看他那么的不顺眼呢 行了 姑先去上课了 好嘞 殿下慢走 沉冬参见太子殿下 快快请起 纵之安好 几位弟弟也快快起身 太子殿下 咱们今天言习写什么 纵时今日便言习武士吧 咱们的醒目当中 朱镖是一个文之中央于物贡的处军 凯国皇帝自然是物贡定生 可是班随而来的 就是国家漫目闯矣 如果二代皇帝还是细缓拥饼 那可不一定是国家的福分了 咳咳 仅日应太子殿下之要 降收物司 那么仅日的严仅日将 边说顾秦国何顾昭国的长平指瞻吧 长平指瞻发生在秦朝想王四十起年 秦赵亮国因争夺商当 在长平包发了华夏寺上的匡司指瞻 大哥大哥 大哥你怎么这么多天不来大学堂 可是身子骨不舒坦 要不弟弟晚上请大哥去秦怀河乐呵乐呵 去什么秦怀河 我看你长得像个秦怀河 好好学习课业 嘿嘿 大哥 下午上林院设立 是否同王 看来眼王殿下堆缠的降界 已经拦熟于醒了 那眼王殿下就请降界一下 为什么春秋时起 各国凯瞻都似秉丙又立 而到了三国摸起 却似大肆屠杀 一长平指瞻为例 一瞻屠杀超过四十万人 完蛋 这个问题有点超纲啊 那皇明内圣歪王 眼王殿下将来归为反王 却如此不学无书 也能报为一方平安 如此顽劣 精敢怂恿胎子殿下揍神 气不思无君无负 宋师莫要生气 四弟他还小 姑替他和宋师道歉了 既然眼王殿下 已经知道错了 客死落臣的问题 却无人回答 不知胎子殿下 能否为落臣借货娘 这老头真是耿直的可爱啊 春秋时期的诸侯国名义上 还是大周的统侠之下 没有人会撕破脸皮 那时候的打仗 更像是一场比赛 因为人口数量少 打仗主要是以输赢为主 而不是有效杀伤 敌人的有生力量 在春秋末期 和战国初期的时候 又是说客横行 连横合纵 一天一个样儿 谁也不好 把事情做绝 万一下子又要联合了 那可如何是好 祖龙雄才大略 在商鞅变法以后 秦国的实力 又得到空前的增强 周王氏又名存实亡 而秦国一统天下之心已起 那么自然就要动真格的 四十五万兆军如果吃饱饭 他们拿起武器 就可以继续作战 不杀可以一统天下呀 就像咱们大明和北援 如果有机会 让北援军队困守一地 那么无论是多少 哪怕是一兆胡敏 百万狼军 也要尽数杀之 以绝后患 殿下次言差异 那大明堂堂铁朝商国 岂能做如此残暴之私 国之大 好战必亡 前缘百年击毙 我大明正百废待兴之时 岂能过分喜爱刀兵 两位老师的顾虑 孤自然之道 可是两位老师 只记得好战必亡 那望战必威呢 两位老师是否记得 那北援恶贼 就在大明的门外 虎视眈眈 卧榻之策 岂能容他人酣睡 殿下 北援已经补足为敌了 他们已经藏在了 神散大漠 现在最重要的是 育民休息 让贝兴和天下血一血吧 如果再大个十年 二十年 这天下万民 岂不是要饿死 纵失多虑了 孤自然会发展民生 这是毋庸置疑的 可是发展民生 最好的方法 就是内松外进 一个进的 开垦荒地重粮食 天下万民 不一定有多富裕 只有走出家门 与天下各国通商 让这天下的金银 都集中在咱们大明 才能做到 真正的富裕 天下 那大明乌华填豹 也不缺锦银 在自己家菜匡边死 为什么要本奏于反榜 丢那填朝商国的恋面 我服了 被毁掉的 硕大宝船 被烧毁的郑和海徒 都是在 这种俘虏的建议下 生生断送了大明 殖民世界的大好机会啊 纵失此言差矣 挖自家的金银 可大明的土地 就有那么多 所产的东西 也就那么多 把地下的金银 全部挖出来 那金银就是废铁 一文不值 再说 我大明泱泱万年 姑可以缺钱 就挖矿 那姑的子孙 怎么办 大明的后世之君 怎么办 后世之君 没有了 您所说的 乌华天宝 也没有了 现在的金鸽铁马 岂不是要 王国灭种 任人欺负 大哥说的对 大哥说的没毛病 自家的东西 哪有抢来的好吃啊 我可不想 我的儿孙 后代受穷 没错大哥 等王恨不得 现在就提起战刀 去外面抢钱 抢粮 抢地盘 平时都是我们和宋年顶嘴 朱彪作为大哥 还得惩罚我们 父皇知道之后 还得请我们吃一顿皮饼炒肉 我们这些王爷 可是一个个憋着气呢 大哥今天竟然开了头炮 可把我们落坏了 不学了 学这个有用吗 我你个得 看样子情况不妙啊 我立刻去找皇子 太子殿下 您少说几句吧 宋师都快背弃了 宋师如果生病了 自然是叫太医 好好一致 和孤独说少说又有什么关系 你你你 你们 皇上有旨 太子这几天重病出狱 难免心浮气躁 宋学士不必挂怀 让太子来秦清宫帮咱处理政务 咱再顺手教训他为宋学士出气 其余皇子不敬师长 今日跪着上课 亲自 臣等歇过架下 太子中午请门 希望这次太子可以检收教训 太子爷 皇爷那做好饭了 让您过去吃呢 原来皇上还是偏向胎子的 这次在给那这个老臣留情面 看来一会 那这的胎子胎夫 就是一个许贤 爹 我来了 你这个臭小子 快来给咱出个办法 爹 你是不是跑去你小姨子那里 然后又被母后给教训了 瞎说什么了你 你来看看这本镇灾的奏折 他娘的 这河南部正史就应该千刀万剐 年年要银子修河堤 朝廷年年给 但修来修去 结果两天的暴雨就给冲塌了 十一个县的百姓流离失所 真是该杀 彪儿你看看 咱该咋办 嗯 你想什么呢 平时那么聪明 现在怎么不说话了 朱植物 你看你又挤 挤什么呀 有我在 这大明朝的天 还能塌了不成 彪儿 你今天要抓紧给咱想办法 想不出来的话 咱今天就要追究你把宋连弃约的事情 爹 你这不是耍无赖吗 哼 你爹之前就是你腿子起家的 这些都是基本操作 无赖不可怕 就怕无赖 是重发啊 皇爹啊 儿子感觉这件事情应该这么办 朕灾首先就是要安抚民心 真正的办法就是以功代赞 让所有的难民帮咱们砸盐矿 对外就说 我们要烧石灰 兴建大坝 帮河南百姓重建家园 可是彪儿 难民也是要吃饭的 咱大明的国库只剩下军粮了 这些粮食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动的 皇爹 您倒是让我说完了 彪儿你不要逞能了 小腹难为五米之锤 镇挤灾民 没有粮食说什么都是扯淡 怎么没有粮食 咱们出钱让灾民自己去买不就得了 那咱可告诉你啊 咱可没钱 真是死扣 爹 咱们砸石头 是为了炼制矿盐 咱们给百姓发盐 不就得了 盐确实不能当饭吃 但是一定会有人拿着粮食 去换百姓手里的食盐的 那日父皇在大殿上说 要组建炎夜衙门 胡为庸就百般阻挠 而就斗胆猜测 这黑市丝盐的买卖 一定和他胡为庸有关系 而父皇又说 组建炎夜衙门的食盐 是您自己出的私房货 既然是私房货 那肯定就是用一点少一点 在他们看来 他们只要沉得住气 等父皇把手里的盐卖干净了 就还是他们的天下 据儿臣所知 这黑市上的盐可不便宜啊 您猜他们会不会放过这个发财的机会 哈哈哈哈 彪儿你这个法子真好 那后期炎夜衙门开业的时候又怎么办呢 哈哈 父皇这个你就不用管 到时候您等着看好戏就可以了 好好好 就听你的彪儿 这人老了就该听儿孙的 哈哈哈哈 对了彪儿 明天上朝的时候 我要给文武大臣送一个福利 嗯 今天是个好日子啊 咱今天来 有一个恩典 要送给你们文武百官 没想到这个猪虫八居然还有良心的时候 咱要重开简教 咱还赐了一个新名字 叫几一位亲军指挥使司 不输武军都督府 直接受咱管辖 我他妈就知道这个猪元璋不安好心 猪元璋的意思是秃头上的十字明摆的事 就是要监察百官 在封疆大地和京官的头上悬一把刀子 一把随时砍下来的刀子 彪儿去河南震灾的事 你推荐个人吧 启禀父皇 河南震灾的事 儿臣最适合 嗯 那依你之见 这是该怎么处理 回父皇的话 儿臣当全力征调 购买河南境内的粮食 尽量不要糜烂外省 马上就是春庚的时节 这个时候 各个省都不富裕 如果过分争调影响了春庚 那大明今年的赋税就会受影响 而河南境内坍塌的黄河大坝也是一定要整修的 朝廷也拿不出多余的钱粮去单独修整大坝 所以儿臣建议以公代镇 镇灾之后 百姓无所事事 即便是有恢复生产的 也是各自为战不成章法 不如朝廷出面 让青壮修筑河堤 老幼妇如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邦衬 既让灾民有饭吃 还避免无所事事 滋生骚乱 而河南的河堤由河南人自己修 肯定是尽心尽力 嗯 诸位成功 感觉如何呀 太子竟然毛遂自荐去巡抚地方 还语出惊人 说出了一套可行的方法 但是太子毕竟是个二十多岁的孩子 和做了几十年关的老油条比不了 万一太子的差事没办好 今天谁赞成 到那时候谁就是铁铁的怂恿 陛下 臣又花腰舍 太子为国笨 再加上河南私中在之地 笨就不难权 君子不立于为强啊 万一胎字又央 大明何去何从啊 臣等不应 宋卿的话是老成谋国之言啊 各位也是我大明忠勇之能臣 看来出京的是要泡汤 不行 要反抗 父皇 儿臣已经是若冠之年 危险怎么了 受灾怎么了 有乱民又怎么了 能显得过臣有亮张士成的刀兵 能显得过北元的骏马弯刀 儿臣连这点天灾乱民都不能面对 那将来如何能当大明的家呢 哲哲哲 太子爷这么什么都敢说 皇上还抹挂 就说要当大明的家 不行 那得随时准备圈家 老唐 准备随时救太子爷的家 完蛋 我刚刚说的是不是有点过了啊 哈哈哈哈 好 妖儿好样的 有志气 咱同意了 让你徐叔叔带着虎温虎威给你撑腰 由博温辅佐你 安全有锦衣卫负责 传旨 太子如阵亲临 受灵机转断 先斩后奏之权 受上方宝剑 要不是不允许 咱连玉玺都要给出去了 看来我这个大明常物父皇帝 不是空穴来风的啊 传姑的指令 救灾如救火 姑帅自己的二百锦衣卫 和八百铁骑 星夜出发 赶往河南 大金由徐达和刘伯温 两位老臣领军后到 骑兵太子殿下 前面还有十几里 就是河南京内楼 前面的兄弟 已经发现了好几个难民的狙击点了 大地有数百人 小地有几十人 都快饿得挪不动地方了哦 派出一百个骑兵 拿着姑的令牌 把周围的难民 聚集在最近的县城 勒令县城打开棺仓 先让这些难民吃饱 对了 把人聚集来以后 一定要按照姑的大灾 防疫指南来办 万万不能有一丝含糊 唯令者斩 小地抓究去 弟兄们 现如今连续赶了 好几天的路 大伙儿也累坏了 在这里埋锅造饭 修整一下 然后去武阳县 会一会这河南的关 总的 所有人埋锅造饭 抓紧修整 你们几个 骑快马在周围溜溜 看看有没有什么野味 不用不用 抓紧吃饭休息吧 如今受灾严重 哪来的野味儿 这位太子爷可不是老黄爷 从小可没吃过什么苦 能够如此体恤士足 将来定是大明武臣的指望 你们俩也别傻站着 刚分兵的时候 为国公送给孤一只烧鹅 这烧鹅太大了 孤一个人也吃不下 咱们一块吃 太子爷 您何等身份地位 怎么能够和我们两个武臣 同案而食 你俩什么时候变成小媳妇儿了 吃个饭还扭扭捏捏 快滚过来 我的烧鹅呢 你们谁看见我的烧鹅哪去了 爹 别找了 是不是出门太匆忙 落在府里了 不可能 我记得清清楚楚 出家门的时候 咱串了一只烧鹅一壶酒 这现在怎么就剩一壶酒了 这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那么多肉 您为什么就爱吃鹅呀 大夫都说了 吃多了对您的身体不好 我说妙云啊 咱们可都说好了 到了军营里 一切都要听咱的 哼 那我也不许你吃 还有 我现在叫许鸟 您别叫错了 陈武阳县县令乌勇 参见太子殿下 顾问你 这武阳县城 现在聚集了多少难民 回 回太子爷的话 已经一万出头了 而且听说是太子爷 您亲自赈灾 整个河南的灾民 都在往武阳县聚集 近几日应该就能突破十万人 这灾民人数实在是太多了 到了一个地方 如果当地不放粮 灾民们就会变成流寇 烧杀抢掠 康傲财 汪青族 陈在 你二人亲率八百铁骑 把尘埃难民营给孤为了 不要吓唬他们 而是告诉他们 估奉大明皇帝的旨意 来镇迹灾民 估把他们聚在一起 只是有话对他们说 属下这就去办 无县令 陈在 这武阳县附近是否有岩石头啊 回太子爷的话 平时种田都能不时挖出一块 那边的山上更是多的是 那东西有毒也没什么用 百姓们都用那个盖房子 这么多 那玩意儿盖房子能接什么 殿下您这就有所不知了 那些个毒石头虽然不能吃 可是盖房子可是上好的材料 金便坚硬 关键是取材方便 满山便也都是 而且这玩意儿还不要钱呢 哈哈哈哈 吴勇啊 吴勇 你可真是个有趣的官儿了 在武阳县的城外 寒风中占满了等待太子驯化的灾民 他们一个个破衣烂山 眼神麻木 接连几天的大暴雨 与加雪 让他们彻彻底底的成为了灾民 成为了整个大明食物链的最底端的存在 太子爷 赏我们一条活路吧 乡亲们 我来晚了 让大家受苦了 没想到太子爷 这么重视我们这些草民的死活 太子殿下千岁 千岁 千岁 大伙快请起 乡亲们 天灾来了 老天爷不想让咱们在河南活命了 乡亲们怕骂 太子爷 老朽今年六十多岁了 没怕过什么 您老有什么张常 就直接吩咐 咱们一定拼命啊 对 太子爷 嫌痛啊 是啊 能为我们这些草民落来 死了哦 乡亲们 故土难离啊 要是没有大灾 谁愿意背井离乡呢 如今朝廷已经调来了赈灾前凉 大伙是不会饿肚子的 但是不饿肚子还不是咱爷们想要的 咱想要的是重修大坝 把黄水归隆好 重新开垫土地 修建房屋 让咱和南继续是人间乐土 太子爷 能吩咐吧 阿们是没欠 咱是一帮子利息 可不熟别人 是啊 太子爷 阿们人多的事 利息多的事 如果不行 阿们还有这条奸命啊 好 我要的就是乡亲们这句话 如今皇上已经打开了国库 里面的金银粮食 吃盐不匹 陆续就会到五阳县 干活的就有赏钱 大伙告诉没来的家人们 大明的储君在这里 在这里开山修坝 开墾荒地 只要是河南受了灾的乡亲 能干活的汉子 能洗衣服的婆娘 能跑腿的娃娃 我都能给口饭吃 太子爷仁义啊 吴勇 陈在 从今天开始 在五阳县周围 设立五个灾民接收点 所有灾民必须登记在侧 一家一家的登记 不要落下人口 姑不希望听到 官吏欺压百姓的事情 如果有 别怪姑杀光了 五阳县衙门 太子殿下放心 陈拿脑袋担保 绝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要是有胡来的 陈就把他脑袋给拧下来 但愿如此 半拆去吧 现在这个阶段 乱民的源头 没找到 河南的官也没有做到 官逼民反 这是本来旧蹊跷 如果再闹出 羁压灾民的缺德式 再被隐藏在 幕后的有心之人利用 那可真是后果 不堪设想 茅香 陈灾 开始 按照计划运作 指挥这一类的东西 可以大张旗鼓地做 但是实言作坊 一定要固定人员 摸清底细 一家一家的最好 方便管理 除了锦衣卫的弟兄 你不出外不进 关键时刻 你可以便宜行事 属下尊名 其实我对茅香 还是信任的 就连徐达的烧鹅 都能完完整整地弄出来 也算是身怀绝技了 果然有可疑的人出城 得赶快去通报茅香大人 骑柄大人 西侧门 今天有个小子 骑快马出去 应该是回应天 通风报信去了 有一个小骑的弟兄 在跟着 用不用把他解决了 可别 可别坏了太子爷的大师 咱们办好差事就行 太子爷有功端 不要胡乱出力 别看猪标的性子和人 不拘小节 可是骨子里的东西 却和皇上一模一样 自作主张只会让太子爷 厌弃我们 我去石场看看 让兄弟们盯紧了 太子爷给了新方子 我总感觉不简单 小心无大错 属下尊领 石场的负责人 是从灾民里选拔出来的 叫陈武大 做过前缘的小力 非常优华 倒也就只有这种人 能把这些乱七八糟的 在民馆里的妥妥当当 现在一天石灰产量如何 现在一天能产一千弹左右 还可以 继续增加产量 对了 这是太子爷给的新方子 现在做石灰是次要的 这个东西才是重中之重 我可是在太子爷那利宝的你 可别让爷我失望啊 毛爷您放心 陈大我就是拼了命 也在十日之内 烧出一万石黑灰 什么黑灰 那他娘叫水泥 我走了老陈你好好当差 老子在太子爷面前 给你多多美颜 谢谢毛爷 相爷 各地的商号都接到了咱的消息 都在往河南赶 他们换回来的白颜 小的亲自查看 确实是宫里的贡联 看来咱们的万岁爷 为了太子殿下的面子 和河南的灾民 是豁出去血本来 皇上啊 皇上 你老人家就是太心善 用手里的白颜就河南 倒是一个好办法 可是过几天的炎夜衙门怎么办 一下子开放那么多炎夜衙门 你要怎么收场 呵呵呵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这句话诚不及我 才短短几天的功夫 石厂的工人就差点发生大规模泄斗 朝堂有地狱党争 江野的小民也根据地狱姓氏抱团取暖 这就是大明的现状 毛江 陈在 说说今天发生了什么 回太子爷的话 今天石厂完成了产量任务 炎厂也完成了 有几户对炎厂的里面不让出 外面不让进的规则颇有些微诚 陈已经派人监视 看看是不是探子 这种事一定要有真凭实据 如果发现属实 两个办法 第一个秘密地处理掉 最好是生病什么的 总之不能引起恐慌 第二个就是把炎厂的工人聚集在一起 告诉他们 因为这几个人 他们可能要丢了这么好的活迹 让工人们群情激愤处理掉他们 毛箱啊 你记住 外部的检查永远没有内部的监督好用 只有咱们的动作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 那么脏活累活 就不用你自己出手 陈明白 不知道我黄爹收到我的水泥配方后 会不会开心的蹦跌起来 陈许大 陈刘伯温参见太子殿下 两位前辈快快请起 对了刘先生 河南大灾刚过 正要百废待兴 姑查过河南不正使田旺 虽然没有贪赃王法 但也是个庸庸碌碌之辈 姑想请刘先生 代理河南不正使一职 以解河南燃眉之急 刘先生意下如何 太子竟然叫我刘先生 当时出于皇上时 皇上就是这样叫我先生的 如今给我画饼到现在 也不让我告老还乡 伯温定当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太子爷 听说你给皇爷弄了一个叫水泥的玩意 真的有那么坚硬吗 那可不 想必爹现在已经都在实验了 来 一起放炮 给咱轰 给咱狠狠的轰 把这水泥墙给咱轰它 皇爷啊 轰不得呀 这时墙太硬 万一炮子被反弹回来怎么办 可是不得呀 那行 那你来 咱看你轰 太子爷 那老陈就去办公了 好的 刘先生慢走 那个太子爷 其实老陈还有事找您 魏国公何事啊 殿下啊 老陈知道您宅新人后 不愿意见到天下刀兵四起 可是殿下 您可知道 北原的兵马正在墨被磨刀祸祸 您如果知道心是火炮的制造方法 而您又不愿意被这个制造杀技的千古骂名 那您可以把他告诉老陈 老陈亦不容辞 其实不满魏国公 姑在这一段时间 创建了一个神机工业 现在里面聚集了河南的工匠 新式的火器 姑已经制造出样品来了 其中有一门大炮 就叫红武机关炮 殿下威力如何 威力可以让大明之威 传遍四海八荒 太子爷 这也到饭点了 我刚好准备了韭菜 我们便吃边说如何 魏国公正合我意 太子爷 魏国公 饭菜准备起了 你们慢用 嗯 为何这位小兵的声音如此细腻 而且凶大鸡还有一点小小的浮夸 刚刚徐达 看那小兵的眼神 还充满了欢喜之色 嘿嘿 我懂了 对了徐叔 听说徐叔叔南征北战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施力过 可有什么窍门啊 太子殿下目赞了 行军打仗 讲究的是稳扎稳打步不为应 关键是客方可出其至胜 最要紧的还是要军令如山 赏罚分明 那么孤想知道 军中主帅私自携带女眷 是需要怎么赏怎么罚呀 这这这 完了 被套路了 臣女徐妙云参见太子殿下 原来是妙云妹子呀 怎么不说一声就跑到了军中 军中尽是一些操汉 万一伤到你怎么办 谢殿下关心 是臣女一时不懂事 还请殿下不要难为家父 臣女确实不适合跟随父亲待在军营 可是路途遥远 臣女又不敢独自回去 只能求殿下给个恩典 留在殿下身边 做一个抄抄斜斜的小力 望殿下应允 徐叔 妙云妹子真是知书达理呀 那就让妹子留在孤身边吧 这件事孤就不再追究了 对了徐叔 神级工业有时间你去看看 指导一下火器的改进 神级工业的工匠负责人叫刘铁军 那我就不打扰太子殿下您了 老臣告退 徐叔啊 我看是你故意让庙云来送饭的吧 老爹都已经同意婚事了 你还那么心急 启禀太子爷 盐厂最近一切正常 囤积食盐已经堆积如山 阴天二虎那里也传来消息 黄庄盐厂已经爆仓 黄盐还是下令日夜赶工 那城外那些商人没有发觉出什么异样吗 还没有发现 前几日的时候 又有一大群商人带着粮食来到了武阳城外 而且只收食盐 咱们掺杂在里面的布匹银两一概不收 呵呵 看来是鱼儿要上钩了 殿下 盐业衙门开张在即 大明各地的私人盐店都关门了 李善长 赵雍 朱亮祖等一干勋贵大臣 也都在参与这件事 家中名列案例的商铺也都在囤积县饮准备买盐 真是岂有此理 把这份调陈八百里加急发至父皇 属下遵命 祈禀父皇 盐厂 工业城 石厂的情况已经在运作中 河南的镇灾已经到达了尾声 儿臣请求多待些时日 还有就是关于茅香上报的义工二十一猴 儿子感觉应该慢慢发落 如果一次朱连太多 会引起大明官场的恐慌 好小子 还敢教育起自己老子来了 还有李善长 赵雍 朱亮祖 咱都白养了他们 竟然串通一气 给咱使坏 早该料理了他们 不过彪把徐妙云坑到了手就很不错 不行 平白无故地摆了徐达一道 人家为出阁的女儿 这时候应该已经被彪吃干抹净了 咱这个做爹的 再没点表示 也说不过去呀 满仓 奴婢在 给魏国公家传旨 让徐家大小子徐辉祖进宫陪雄英读书 告诉皇后 彪儿和徐家大丫头的事 要抓紧了 要不就来不及了 过几天就富裕了 大操大办 一切按照礼部的规矩来 奴婢遵旨 相言 和咱们共进退的已经有义工二十一猴 小的感觉这次咱们赢定了 告诉他们这是关乎家族百年富贵 严隐一时半会收不回去 各地严厂也没有什么异常 皇上也不能出而返 只要咱们把国库这点存盐吃干净 那以后这也卖多少银钱 还是得听咱们的 不过也不要太过分 黑市上的可以随意 但是挂着自家名号的店铺 还是要收敛些 别受人一饼 小的明白 对了 听说管家喜欢富人房内的丫鬟春桃 老爷 没有的是 老奴怎么敢妄想 老爷明察 这大户人家的丫鬟 特别是夫人身边的 基本都是小妾的备选人员 说不定哪一天老爷兴致高 他就会攀上高枝 我一个管家有非分之想 就算当即被打死 那也是活该 哈哈 管家何必见外了 起来吧 那丫头刚买回来没多久 你看上她也算她的福分 再说 你我同姓 又是同乡 说不定你还是咱的长辈 何必磕套呢 老爷 我愿终身孝敬于您 你看你哭什么 这样吧 我在城里有个三进的宅子 里面连同春桃有二十几人都送给你了 还有一些旧家具都是我用过的 也不值什么钱 就一并送给你了 为相府兢兢业业这么多年 也该给你成个家了 这算咱给你的洗钱 拿着 老爷 这一点少说也有十万两 太多了吧 不要推托 你应得的 去办差去吧 多谢老爷 我这就去 拿钱办事 替我消灾 万一那天东窗是法 我还得有个人替我背锅不是 当严业衙门首先在河南和应天开放后 各地百姓高呼万岁 严价一分二离银子一斤 还不涨价 离得近的都拿着银钱赶往两地 而各地的严商更加疯狂的拿钱 去两地买盐来囤积献盐 殿下 居然有这么多人买盐啊 哈哈 这阵势都赶上明星签名了 给我一千斤 给我两千斤 快的 也还有事 还以为他们会观望一下 没想到这么快就碰出来了 等着吧 看看是你的钱多 还是沽的盐多 毛箱 贴出告示 说明天不营业 要准备库存 而后天管购 属下尊名 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 在大明论炒作 老子是祖宗 我存在于 你耶川 来